幼猫拉西怎么治疗 幼猫拉西怎么治疗 第一个 换粮或者是因机反应早知的拉肚子 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去尝试给猫咪 吃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物 或者是营养高 也可以去增加一身筋 另外的话 可以去混合原来的粮食 去让它慢慢过度 这个时候去降低猫咪的肠道敏感性 它会开始慢慢停止拉肚子 第二个 寄生虫引起的拉肚子 如果是因为寄生虫引起的拉肚子的话 那我们要确定它是哪一种寄生虫 第三个 如果是因为肠道传染病引起的拉肚子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重视 因为毕竟是幼猫 它偶促和拉西之后的话 对于它的体能消耗会非常大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要进行一些专业的治疗 比方说要给它进行一些体外补业 或者是说给它进行一些心脉补业 还要去给它提供一些抗病毒的药 去增加它的免疫力 小切式 因为猫拉西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患粮式患环境引起的应激反应 不应担心 二是体内有寄生虫 三是传染病引起的拉西 我们要给猫咪吃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物 给它定期驱虫 配合一些专业的治疗为好 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物